谁曾想过以往需要抬头仰望的250米高空 在这一刻也可以成为我们脚步之下 深邻云端的别样精彩 近日,重庆来福市探索舱观景台 推出高空体验项目Skywalk云中漫步 游客行走在云端,每一步都步步惊心 重庆来福市的水晶连郎长300米,宽30米,高约22.5米 实则是一座横向放置的摩天大楼 横跨于四座250米高的塔楼顶部 此次新推出的露天高空项目云中漫步 位于水晶连郎的几倍 由终点平台120米内侧步道和120米悬空步道组成 体验露天高空项目云中漫步 游客必须全程系安全绳索 由安全员引导和带领 我们这个全程就是挂两把锁 是非常专业的设备 就是还有这些绳子的扁带 它的承受力都是在两吨以上 全程都有教练陪同的 都是很安全的 体验露天高空项目云中漫步 游客还要具备较大的胆量 同时还要克服恐高心理 我感觉还是很害怕的 特别是刚开始一上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伸索比较厚重 然后就套在人身上 就感觉本来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 然后结果上来之后 就完全变成了很害怕了 走路感觉每一步都胆战心惊 来到云中步道 游客首先体验的是120米内侧步道 这段步道因为有栏杆 稍微没有那么害怕 走完内侧步道 挑战才正式开始 游客需要转换到外侧步道上行走 这段步道狭窄 身体外侧是270多米的高空 脚底下是城市高楼楼顶 外侧步道令人心跳加速 走在上面能听到风呼啸的声音 既惊险又刺激 其实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就走到中间的时候 就是还是有一点紧张 开始的时候感觉好一点 后面要紧张一点 到后面最后又好一点了 站在云中步道 游客360度 全身心置于城市与天空交界处 身临其境感受蓝天白云 阳光微风 云雾弥漫 仿佛一切都触手可及 而步道全程也设置有三处专业拍照点 游客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 拍下一张照片 带走一份属于重庆云端的纪念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 就又一点自己 然后又有点 但是你领略到了很好看的风景 我觉得很值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